Hello 大家好 我是马老师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在加拿大一定要吃的菜 那就是波士顿龙虾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龙虾已经在超市 师傅已经帮我们杀好分好了 我拍个视频 能放假了 放不下 你给他 再给他 让他放我们 师傅 帮我们杀一下 好吧 好 帮我们杀 后鞋 后鞋 先买完 帮他拿过来 先买完 帮他再拿过来 是吧 嗯 现在我要做的是把这个头先用油刷一下 然后放进烤箱 烤完以后再去熬汤 我们先倒一点油 把它放进烤箱烤一下 然后不仅可以去腥 而且炖出来的汤会更香 然后我们用一点鲜粉 裹上龙虾肉放进油里面炸一下 这里我要和大家普及一下 这种龙虾虽然叫做 嗯 波士顿龙虾 但它其实和波士顿没有任何的关系 它主要的产地是美国的美英州和加拿大的东部沿海地区 所以在加拿大是一定要吃这个虾的 这个虾非常的新鲜 而且在这里买也会比较便宜 它之所以叫波士顿龙虾呢 据说是因为在波士顿有一家做贸易的公司 他们做了一个品牌的宣传和推广 所以现在这种龙虾全世界大家都称它为波士顿龙虾 所以说加拿大人还是撒白甜比较多 都是憨憨 不会做生意 只会补龙虾 那个红啊 嗯 好坏就能拿出来 嗯 如果做炒饭怎么样 我们上次吃的 那个叫 蟹黄炒饭 蟹黄是我们自己拌的对吧 对什么 它本身叫蟹 它就叫烤蟹黄 烤蟹黄对 哎 觉得怎么样 等一下烤好了 我们把它拿出来然后调多一点 这个你要怎么做啊 这个我就把它烤 烤完以后就变成那个上次我们吃到那个烤 知道吗 烤虾黄 对 然后到时候可以把它拌饭吃 嗯 也可以拌面吃 然后其实比较好的做法是把它再放回那个壳子里 然后好看来就算了 我们就不用了 现在我们要用油去炸 这个加拿大龙虾 加拿大本地人的吃法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用盐水煮一下 然后拨开来蘸黄油吃 但是这个对马老师来说实在是太没有技术海浪了 所以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复杂版的装饰的炒龙虾 现在我们等于一个我们国内常吃的小龙虾 它在英文里面和我们今天吃的波士顿龙虾并不是一个词 可能很多中国人不知道我之前在国内也是不太了解这个状况 所以有一次我请我的外国朋友我说我们去吃small lobster 然后那个外国人朋友他就很高兴啊 他说好呀 结果到了饭店一坐下来他就傻眼了 他说what 这个不是loxter 这个是这个叫crayfish 那我就问他 我说龙虾怎么说吗 他说龙虾叫lobster 我说那小龙虾就应该叫small lobster 他说不是的 小龙虾叫crayfish 所以中文都叫龙虾 但是英文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单词 当然了不管这个小龙虾他英文叫什么 那我的外国朋友吃完以后只有两个字 那就是珍惜哦 珍惜哦 珍惜哦 这个炸的香味非常的香 我像过去 Wasnitophila 加入姜片 姚毛骨肠粉 然后炸 好了我们的龙虾三吃就做好了 这是我们的葱姜龙虾 虾头炖蘑菇豆腐汤 和芝士狙虾黄 看起来有没有很美味呢